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现在 迪丽热巴斯福让人心动,穿白衬衫现身状态好,配复古尔士气质绝美 提到迪丽热巴坚信大火队她也不生疏吧 她是中国国内影视制作女艺人,另外也是一位歌星 自打2013年出演本人第一部电视连续剧《阿纳尔汗》后 就宣布成名出道进到演艺圈发展趋势,现如今入圈现有很多年时间 有着众多影视剧,虽然表演一直深受提出质疑 但凭着极颜值爆表和魔鬼身材,依然获得大量粉丝 座位圈中知名的新疆四美之一,迪丽热巴长相 身形自然十分出挑的,五官相貌内置 异国时尚颜色,眉目精美目光深邃 比两股肩挺看见很有层次感 身形现况也很漂亮,时尚诱人气质十足 犹如走动的衣服架子般 对各种各样穿衣搭配 look都是有很强决策能力 近期迪丽热巴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共享亮照 这套look就独具一格闪光点 吸引住诸多网民的目光 迪丽热巴传奇SF令人动心 穿白衬衫亮相情况好 配搭复古时尚而是气场惊艳 近期迪丽热巴拍摄时尚写真 这套穿衣搭配look就很漂亮 但见他衣着一件乳白色衬衫出镜 第一时级美颜后,网友这脸也太真实了 迪丽热巴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是一位很有人气和实力的演员 演技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大家都知道热巴在演戏方面是很有天赋的 他在一出道就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都觉得他演戏非常有潜力 所以现在热巴现在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了 近日热巴的一组照片就在网上火了 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大家在看完照片后直言迪丽热巴机场 被路人对脸拍 关掉时级滤镜后 原生五官过于真实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热巴以前出现在机场的照片 当时热巴散着头发 穿了一件非常简单的白色背心 看起来十分简约时尚 这个时候热巴就突然被路人对脸拍了 但是热巴也丝毫不及 任由路人拍 于是大家就见到了近距离下最真实的热巴 大家可以看到热巴在失去了十几美颜后 他的原生五官过于真实了 本来大家都觉得热巴失去了没有颜值会下降 但是没想到热巴却更显青春亮丽 五官也简直不要太精致了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十分有神 高挺的鼻梁更是让人羡慕 看来热巴能成为国民女神真的是有原因的 大家觉得呢 有点构的非常感激 没有认识的